Hello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期12月2日2023年 国际雪莲滑雪世界杯正在火车金山座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预想比赛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苏一鸣 苏一鸣成获得北京冬奥会 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金牌等等 现在的苏一鸣年龄才只有18岁 最终苏一鸣以总分163.50分 无雪莲独立 本场比赛苏一鸣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来自日本的迪元大乡 这个迪元大乡也是该项目 目前师姐排名第一的选手 可以说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比赛个手迪元大乡在第一跳的时候 就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 只见迪元大乡选择左脚出发 迪元大乡第一跳选择了内转1800的争作 只见迪元大乡高质量完成 得到了81.50分的高峰 占据第一个位置 结果随之苏一鸣在第一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只见苏一鸣选择右脚出发 苏一鸣第一跳选择了内转1800的争作 这一跳不管是腾空高度还是转体 苏一鸣都做得非常强悍 并且落地也是稳稳站住了 这一跳苏一鸣轰出了88分的高峰 立脚的第一位 第二跳迪元大乡选择了反脚出发 这一跳迪元大乡要做1620的转体动作 不过落地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只得到了18分 结果苏一鸣在第二跳的时候又爆发了 这一跳苏一鸣选择反脚出发 这一跳苏一鸣要做内转1620的争作 只见苏一鸣不管是空中转体 还是落地都做得非常到位 得到了75.50的高峰继续全炮 本次比赛一共有三轮蹲坐 取成绩最好的两轮相加为最终的主级 前两轮结束 苏一鸣以163.50稳居第一位 或许是已经提前锁定了预赛第一名 在第三跳中苏一鸣去挑战更高难度的蹲坐 苏一鸣想要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最后一跳苏一鸣选择了反脚出发 这一跳苏一鸣要做内转180的蹲坐 只见苏一鸣空中转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就是落地的时候有点没有站稳 这一跳苏一鸣只得到26.50分 最终苏一鸣以总分163.50分 离预赛第一名的身份竞技决赛 而迪远大翔获得预赛第二名 前五名竞技选手 有三名都是日本选手 也期待苏一鸣在决赛中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电视体育赛事 有我大小的讲办 我们下一期再会